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读懂 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玄文 我想过去一个月 尤其在中秋假期过去之后 我想在新闻媒体上大家看到最多的是 英国有关的一些新闻 包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9月8号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雨是长迟 包括9月6号 英国的新首相 Leeds Trust 接任 那当美国的经济状况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全世界现在看起来通货膨胀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而英美两国又成为彼此休期相关的两个很重要的经济体 9月13号 我们看到美国的劳工部 公布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8.3% 虽然说已经稍微有点回落 不过如果仔细去看 它的核心物价指数呢 开始蔓延到各个角落 代表说呢 其实整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情况 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质变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金融市场 尤其美股全面下挫 在第二天 9月14号 英国也公布了所谓8月份的CPI 9.9% 虽然有稍微回落喔 可是还是接近40年来的一个新高喔 那整个新的首相在刚刚接任不到两天 就面临了所谓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这个逝世 造成了人心的更不安 那英美两国呢 到底在未来的经济状况 我们要怎么去分析喔 首先呢 如果说这一波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 美国是始作俑者 那英国就像是一个 还没有办法抛弃过去辉煌的一个撒大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英国的经济 在整个欧盟来说也是表现相对是比较弱的喔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喔 其实伊丽莎白女王四世这件事情 在9月8号发生之后 我想最近喔 新闻不外乎呢 除了他的所谓的葬礼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查尔斯国王上任的这些新闻 可能会占据所谓的电视版面 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知道喔 其实英国女王在全世界甚至英国 代表的是一个安定民心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一次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辞世 其实对于本来经济状况就不是太好的全球经济来说 其实是雪上加霜的 尤其呢 其实过去我们曾经一直以为 只要伊丽莎白女王她的长寿代表的 其实就是英国的一如往昔 可是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都知道 现在的英国早就不是以前的英国了 当然 现在的世界也就早就不是以为 我们一直以为的世界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先看看美国的经济 8.3%呢 看起来跟所谓最高的9.1% 已经有所回落 不过仔细去看呢 扣除所谓的粮食跟能源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 6.3% 还是比7月份的5.9%要来的高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代表说 其实通货膨胀的质变 已经开始面临到各个角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消费者端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比原来的供应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来得更复杂 那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财政纾困以来 现在消费者的口袋还是有一些钱的 所以呢 随着物价的上涨 他们会更愿意花钱 可是更愿意花钱之后 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阴影更大 那FED 美国联准会 升息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而企业的工资调账的压力 也会越来越大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经济衰退的阴影 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诺贝尔前经济学奖 德主克鲁曼特别强调 其实从2020年跟2021年 针对供给侧的通货膨胀的一些手段 现在已经不适用 现阶段呢 经济衰退的阴影呢 已经变成是一个被牺牲的主轴 这也难怪 就是说在Jackson Hall里面 我们看到鲍尔他的说话 为什么这么强硬 那短时间之内 不只是政府 甚至包括消费者跟企业 可能都不能避免 一个苦日人来临 那回到英国呢 大家知道9月6号 接替Boreal Johnson的 Lith Truss才刚刚接任 接任两天之后 9月8号 就碰到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逝世 那现阶段呢 其实Lith Truss 也面临着三座大三 首先呢 其实我们知道 他本身是信仰自由主义者 也是财契尔夫人的一个信仰者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怎么去执行 他的所谓的强硬的措施 来一直通过膨胀 大家都在看 另外第二个呢 其实 保守党已经执政超过12年 其实人民的不满也在里面 所以2024年的国会大选 Lith Truss要怎么去应对 是第二个观察重点 那更重要就是 现在全球呢 除了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 还有地缘政治之外 其实在这个合纵连痕里面 这个曾经当过外向的新英国首相 其实也必须要严肃的去面对 总而言之 我觉得英国跟美国 本来之间就有欠世外旅的关系 那有难怪呢 其实现阶段全世界都在观察 英国跟美国 到底在这个全世界 所谓的领军的领头羊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短时间之间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针对经济衰退 不是太好的因素 你譬如说最近公布 有五个国家 集团体里面有五个国家 包括英国 美国 加拿大 瑞典 还有所谓纽西兰 它的两年期跟十年期的 共债殖利率已经倒挂 代表经济衰退的阴影 在这五个所谓的发展经济体 这么压力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 这个随着欧元跟英镑 相对美元的下跌 1976年的英镑危机会被再现 当时的英国也是因为财政恶化 所以最后求助IMF 所以从英国跟美国在外的经济变化 确实可以匮得一二未来的经济的一个变化 我们当然希望 英国跟美国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透过拜登的新的一些政策 还有所谓新的首相在英国 能够把这两个国家拉起来 不过短时间之内 我看苦日子还是在眼前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英国跟美国经济的最新状况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我是吴依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